花莲县五州公益协会任养新城乡光明灯及路灯55展 新城乡公所在12号的上午呢 分别办理了捐赠及感谢仪式 由乡长和李台率领秘书吕坤汉 镇社课长欧阳金福等相关客室 共同来表达感谢 并且特别致赠了感谢状 感谢花莲县五州公益协会 以呼吁各界来踊跃任养 五州公益协会在12号上午 理事长何金南总干事林思廷 经理郭亚珍 理事林秋妙 队长谢志伟等贵宾 前往新城乡公所任养路灯55展 现在何一台也特别捐赠感谢状 感谢五州公益协会 长期对新城乡的帮助和照顾 新城乡全乡路灯大约有4100展 那全年的电费约500万元整 那从今年1月到2月这段期间 那已经陆陆续续已经 路灯任养有94万 因为展数是656展 那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各企业或是个人 能够继续对我们新城乡的光明灯 能够持续的任养 然后照亮我们新城乡 五州公益协会理事长何敬兰 及经理郭亚真表示 五州公益协会在全台湾进行公益 以及慈善工作 帮助了许多辛苦的家庭 而自己在新城乡长大 也一定要带领团队照顾乡亲 回馈乡礼 感受到这个我们新城乡乡乡 和理台乡乡的用心 他在各报章杂志 然后有推广这个新城乡的路灯 所以我们五州看到新城乡乡乡乡的用心 得证爱民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响应 让这一块新城乡的乡乡 都可以享受到这个光明灯 用入的安全 让我们新城乡可以更光明更平安 向上何与台北老师 感谢五州公益协会 和竟然理事长与团队 在110年来到新城乡 规划了多项服务 希望与新城乡公主合作 照顾新城乡弱势乡亲 近年来投入了本乡的物资捐用活动 物资由社会课程之后 包括与本乡中低收入户 若是乡亲 也期盼更多的企业社团个人 能够继续镇养新城乡的路灯 让用路人的安全 也让新城乡亲生活更加幸福 记得将新城乡回到 那两条路人的 Marcel 请不吝 quotation 棅核婎